请问您知道iPhone最近推出了iPhone15吗 知道 那您知道它最大的升级是Type-C口吗 知道 你知道Type-C口是什么吗 知道 知道 听说过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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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C 哦对 是那个扎口坏了对吧 Type-C口 就这种的 它是一个口 现在MacBook本身用的那个口 口还充一点 那个口网比较大一点 更高的传输速度吧 就是一个平行的口吗 什么Type-C口 手机上这个位置这个口 哦 这个 把尾口吧 今天iPhone15系列正式发售了 我手上就是最新的粉色iPhone15 和原色钛金属iPhone15 Pro Max 简称 原划 前两天我走上了上海街头 简单采访了一下路人朋友对iPhone15的看法 就跟大家在片头看到的一样 苹果这次最大的升级Type-C或者说USB-C 不管大家了解到多少 至少这个概念已经相当普及了 它的好处非常明确 就是更快的传输速度 和统一接口带来的便利 接下来当我直奔主题 问他们买不买的时候 大家是这么回答的 我还好 我不打算买 请讲 苹果有参与到研发之中做到更快传输速度 反出不方便 就变成一个速度 非常强的 那你准备买吗 呃 买了 已经买了 你买了什么型号 Pro M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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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不用苹果 哦 这样呢 Mate60 Pro 摇摇领先 问下来 要么不买 要买就买Pro Max 这个情况 跟我了解到的 iPhone15系列预售销量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要买 Pro Max 真的是最适合你的iPhone吗 120毫米焦段有多有用 你需要Type-C的速度吗 用iPhone玩3A游戏 最没存在感的Plus 到底是谁在买 看完这期视频 千万别买错了 我个人认为 变态是有大用的 Pro和Pro Max双双变态以后 轻了不是一点点 相比我的iPhone13Pro 15Pro轻了17克 Pro Max虽然数字上要重17克 但一上手我就立刻感觉 虽然Type本身密度很大 强度很高 但是Type的手机密度是真的小啊 握杆上这两个差不多重 挺震惊的 不过变态也有变态的烦恼 颜色很受限 但也没我想象的那么辣眼 边框有拉丝 但很轻微 不太能注意到 颜色 iPhone15是这种轻盈的牛奶质感 很清凉 Pro Max里我最喜欢的是白色 好看 像苹果手机该有的颜色 我比较意外的是 看了Pro Max我才发现 我的13Pro 竟然有这么粗的边框 所以我建议铁了心 不换代的朋友 千万不要去注意这个边框啊 一看可就回不去了 屏幕亮度也提升了将近一倍 侧面从初代iPhone就一直保持的 这个静音开关 变成了一个可以自定义功能的 动作按钮 长按出发 这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真挺好 终于可以随心所欲改变它的功能了 支付宝也在为动作按钮 开发扫码支付的快捷动作 建议一 120毫米 对你有用吗 4台新iPhone 3种镜头配置 区别是长焦镜头不一样 15和15plus没有长焦 15Pro是14Pro的老长焦 77毫米 3倍放大 15Pro Max则是120毫米焦距 5倍放大 传感器尺寸也达了25% Pro Max 120毫米的新镜头 对我自己来说绝对是利好 因为我明确知道自己会经常拍远处 也就是要偷拍猫打架 因为它俩一旦发现我在看它们 它俩就不打了 打呀 或者像这个女孩要拍演唱会 看演唱会什么时候可以拍 用Pro Max拍发朋友圈 看起来就是一下从山顶坐进了那场 不过作为一个经常被拍的人 我的摄像同学是这么跟我说的 24 35和50才是最常用的 在新的iPhone15系列里 这三个焦段都被主摄cover了 靠主摄的1倍 1.5倍和2倍裁切 而且因为主摄感光元件更大 裁切的画质经常比原生的长焦还要好一些 所以如果大家预算有限 倒也不必盲目升级Pro Max 甚至是没有长焦的普通版其实也够用 也是一样的4800万像素的大底 建议二 USB Type-C真的重要吗 对于长远的未来来说 接口统一很重要 毕竟一线接所有嘛 但对于当下的购买 没有Type-C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lightning线还是会出现在便利店 酒店共享充电宝以及很多很多地方 怎么也能坚持到iPhone18出来呢 我自己也有很多MagSafe配件 所以充电体验变化不大 不过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数据传输速度就很重要了 比如智能家居开箱up主陈鲍一老师 虽然他已经表态自己不换代 但我觉得他该换 在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不换 就他该换 因为只有他是长期坚持使用iPhone 拍几小时长视频的 在iPhone15系列里 Pro和Pro Max的Type-C速度是10GB每秒 是之前lightning和普通版iPhone15的20倍 这样以后 鲍一老师在把视频素材传到电脑里的时候 就不会再发生传输太慢的惨案了 你知道用2.0传30个G有多恐怖 肯定能更新更快 而且速度上去了 ProRes、Blog这些专业的大视频文件格式 也变得可用了 只要是会把iPhone当作生产力工具的Pro人群 我是非常建议升级的 建议3 玩游戏需要Pro吗? 发布会上的4个即将登录的3A大作 只能在Pro上玩 但如果大家本来就只玩手游 那普通版也完全OK iPhone15 Pro的新芯片 A17 Pro 看纸面数据 比A16 CPU提升了10% GPU提升了20% 已经逼近M1芯片了 但是实际性能表现提升很微妙 以发布会上的崩坏星穷铁道为例 我选了三台设备做了一点微小的鼠毛工作 著名的吊针罗服的两个场景 鲜舟长乐天和丹顶丝 长乐天的夜景有非常多的动态光源 街灯墙壁灯笼也有很多星星点点的粒子特效 而且模型几何数量很大 丹顶丝的海洋动画是预烘焙 但云雾是实时体素化的 雾效区域可以根据玩家的动作或者其他影响变化和流动 两个场景都对性能考验很大 冷启动下三台机器最开始帧数表现都不错 都有每秒50帧上下 但是在短暂的热身之后大概2分钟左右 两台手机帧数就开始下降了 而iPad Air则能多坚持1分钟左右 稳定的时候三台机器也就是5帧的差距 这个露台有一堆的桌椅板凳 远处能看到大量建筑 这里也是测试中三台机器最能拉开差距的地方 iPad Air能够努力维持在40帧上下 15Pro也有30多帧 只有15普通版出现了帧数掉到30帧以下的情况 总之稳定的时候大家都差距不大 但掉帧起来那是都掉 Pro虽然程度更轻 但是感觉不太明显 反而崩铁为Pro系列设置了独占的一些服装 布料材质和反射渲染方法 对画质感受的提升还更明显一点 那这次发布会大肆宣传的3A游戏呢 为了它值得上Pro吗 生化V7村庄在iPhone15 Pro上受限于散热和能耗 默认MetalFX超采样的720P 锁定30fps运行 相信如果有主动散热的话 画质逼近PS4是问题不搭的 虽然还比不了正经掌机 但是能塞进口袋里真的是很厉害 我简直都要站起来鼓掌了 直到我回过神来 不对啊 你们都没有游戏机吗 You guys not have phone? 苹果为什么要在iPhone上放画面打折扣的3A游戏? 难道单纯是为了秀一下肌肉力量吗? 很怀疑真的会有人日常买很多400多人民币的游戏 只在手机上玩 你会买吗? 我当然会出于好奇买一个试试看 但是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诱惑太小 除非 除非 不只能在手机上玩 我唯一能够想象到的合理化这一切的未来 就是Mac iOS 甚至Apple TV的游戏们互通购买和存档 就像Apple Arcade 那就打通一切前途一片光明了 下一步就是要把A17 Pro加个风扇 放在Apple TV Pro里 Tim老师 我很期待哦 建议四 普通版其实很不错 只看预定量 15普通版和Plus分别排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 根本无人问津 这也很好理解 15就是略微换装的14 Pro 有点无聊 但是我觉得15绝对是一个非常扎实的iPhone 从14到15升级了主摄4800万像素 新外观 USB-C 更亮的屏幕 A16芯片都有 绝对是很多年里普通版升级最大的一代 除了高刷学习 15还挺有性价比的 如果你非常笃定自己就是想要一个好看又大的iPhone 那比iPhone15多了1000块的Plus 其实也不错 但如果想要高刷 其实可以看看去年的14 Pro 大家如果现在看全网最低价格 14 Pro的最低价 只比15的标价贵500多 拿最低价比官方售价还是有点不太公平 毕竟15之后也有可能会降价 但在现在还是有那么一丢丢道理的 因为这两个手机区别非常小 一样的灵动导 一样的芯片 多出来的这个500 少了USB-C 多了高刷和长焦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应该还是比较划算的 最后说说我自己 我是从iPhone4开始用苹果的 基本上都是隔代升级 这次我是因为想拍猫 准备从13 Pro升级到白色15 Pro Max 手里拿不太下 可能还得装个环买个包 iPhone这两年的更新换代 整体给我的感觉是 它的升级部分没有超出我的预期 而它的口口嗦嗦故意保留 又是那么的不佳掩饰 其实这两年我们也和苹果达成了一种 心照不宣 每次的换代不再是全新的 大家都没见过的黑科技 而更像是在苹果生态这张巨大的菜单上 新增了一种口味选择 大家按需购买 毕竟发布会上有一点说的挺有道理的 iPhone真的很耐用 而且挺保值的 如果这次觉得实在没有亮点 那就再等等 或许下次就能够打动你的升级了呢 对了 这次双摄拍空间视频的功能 该不会就我一个在期待吧 虽然是一个加起来好几万的combo 但是想到能拍下 一架乱振的珍贵记忆 我还是会很想要 Vision Pro 快来吧